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杰 今天指数又下跌了38点 最近其实盘面上 没有什么主流族群 盘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涨的股票都不一样 昨天涨停板了 隔一天不一定会涨 昨天向什么副顶涨停 对不对 结果今天副顶就差一点跌停 所以现在行情应该是这样 昨天很强势涨停板 不过今天呢 今天就马上回来 昨天买的还套牢 所以现在我认为 以现在行情来说 我个人来想 我这个时候我会去想说 买一些未来会涨的 这句话是废话 什么叫未来会涨 例如今天 今天有一个新闻 这新闻还蛮大的 对不对 今天一早的新闻 京城最新 对不对 伟创的董作 董事长跟总经理 大买自家股票 大买自家股票 伟创的董事长跟总经理 都在买股票 你看一下这三二三一 今天大长火 今天大长火 对不对 今天大长火 而且他已经连续涨四天了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其实应该不是说没有行情 而是说大家在等一个买一个比较安全的 买一个比较安全的 买一个比较安全的 当你看到伟创 董事长跟总经理都在买 那当然你跟着他买 感觉上是OK的嘛 所以大家在等一个机会 那我们也在等 对不对 这一波下来的时候什么可以买 对不对 什么东西可以买 来 我们先看这个伟创 其实这伟创还蛮有趣的 伟创的话 其实我帮大家看一下 伟创不只是董事长买 不只是总经理买 他的财务主管 还有六个以上副总 在上个月 偷偷都有增加持股 上个月偷偷增加持股 以伟创来说的话 他总共有 我稍微看了一下 应该有十个副总 十个副总 那就是总经理跟董事长 除外有十个副总 那这十个副总 里面有一个是财务 兼财务主管 那你这总共十个副总 里面有九个 是增加持股的 上个月 董事长买 总经理买 九个副总买 另外一个 其中一个副总 是兼财务主管 全部都买股票 那是借我去了 所谓的一夜之秋 见为之柱 一夜之秋见为之柱 来 新闻上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 未来的围影要挂牌 那其实呢 我这个地方我会跟大家选到 等等我会跟你讲 大概选什么股票 来这叫微影 微影的话 它从118块挂新贵 那最高涨到619块 这是伟创转投资的 那我其实伟创转投资的公司 表现都不错 表现都不错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要问我 什么股票会长 从伟创跟伟创相关的 就有两支很明显 两支很明显会长 一支是什么 一支是这个 一支叫做盘椅 3594 盘椅的大股东 我先跟大家讲过 盘椅的大股东 有蔡农市长 就是联发科的农市长 还有伟创 他先前以41块钱私募入股 他入股了盘椅 然后又跟厦门市政府 要发展成立一个物联网发展基金 然后又要找人家私募 对不对 那这盘椅的话 其实还蛮有趣的 他今年6月份 就是上个月 他内部人增加持股 还增加蛮多的 内部人本来是1万张 变成11588张 10800张 这个看起来数字不大 可是你要去看 他这个内部人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有认要值的 或者是你是10%以上大股东 那如果你是9%的 那就不显现出来 虽然你也是大股东 那没有算在内部人里面 那这个里面你会发现 我个人认为 你看 这个叫伟创对不对 伟创自己 董事长跟买 然后财务主管跟9个副总 全部买 默默增加持股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去看一下 我先前跟他讲一档盘椅 那另外再跟大家讲另外讲 这叫盘椅对不对 盘椅 我什么时候跟他讲了 这个数字是7月15号之后才会公布 也就是说你6月之前你是看不出来的 3594 如果你6月份去看是看不出来的 你看他这个K线看起来怪怪的 对不对 上来下来上来下来 上来又下来 那会不会又上去 就不下来了 但是至少6月份 盘椅的内部人是在买股票 对不对 是在买股票 那基本上来讲 这是先前的新闻 像联发科 还有伟创 康家入股盘椅之后 他还要再找一个新的合作伙伴 来做个私募 来做个私募入股啊 那当然这个如果是一个 比较大型的一个好的公司来讲 我认为盘椅的股价未来 应该会不错 我可以明着跟大家讲 其实没差 对不对 反正股票市场 在海美起涨之前 在海美起涨之前 其实他对很多人来讲 诱因并不够 诱因并不够 就像这个巴菲特所说的 巴菲特说 要学会以40分钱买一块钱的东西 他的意思不是叫你去跟人家杀价 不是人家定价一万块 你就给人家杀四千块 不是什么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说 要用40块钱买一元的东西 在那个东西才是40 这就是不是40块 40分啦 0.4元买一块钱 不是叫你跟人家杀价 而是在股价上涨之前 你要先布局的意思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先前跟大家讲 旺宏的时候 6块8 我们跟大家讲 大同的时候 6块8 跟大家讲 威胜的时候 10块钱 跟大家讲 密忘的时候 28块 对不对 那请问股票 什么时候最诱人 股票最诱人的时候 会是什么时候 会是在大涨之后 像今天 来你看这个2049 今天上瘾中错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要私募 不是私募 他要办理现真 那现真的价格是250块 那现真250块 我就买250就好 我干嘛买300多 对啊 可是他现前多少 530 没有多久之前上瘾530块 他现在告诉你要现真250 就中错 从530变300块 来你看一下 你看就知道了 绿色是不是总股动能处 红色是不是特殊筹码 对不对 所谓的一夜之秋 你应该要知道怎么办 你看了就知道了 这不用我跟你解释吧 绿色是总股动能处 红色是特殊筹码 那一夜之秋 何必等到图穹必现 对不对 好 来我们讲一个大家都不知道 我们讲一个比较特殊的 如果你要问我 怎么去找这个40块 这会很困难 不是40块 0.4块 0.4块 40分钱 怎么买1块钱 当这个物价往上涨之后 人家不会以40分钱卖给你 他代表意思就是说他还没上涨之前 你就要先买好 等到他未来变成1块钱 对不对 好 来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在伟创集团里面 他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他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在伟创这个集团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因为伟创他转投资的 违影 违影他要挂牌 而且这违影的价格很贵很贵 违影的价格很贵很贵 这违影 就是 600多块钱 现在伟创说他要7月份 帮违影申请转上市 快的话3到5个月内就会挂牌 如果违影挂牌的话 他是6669 他最高从111块 我跟你讲 他还有一档叫做4953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 这微软也是伟创转投资的 这也是20几块到50几块 这个也是伟创转投资的 所以伟创转投资的都不会太差 都不会太差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到伟创 现在开始转强 那你有没有想过 想过伟创还转投资的吗 他有买盘椅3594 那他还有转投资的吗 伟创还要转投资2家 这个股本不会很小 这个股本还蛮大的 那转投资一家叫广昌 专门在做物联网跟车材用的 另外转投资一家叫伟昌 那这广昌呢 广昌原本是这一家公司的子公司 他是这一家公司的子公司 是伟创后来去入股他的子公司 而且他持股46% 他持股23% 也就是说伟创变成广昌的最大股豆 是跟他合作的 那另外的话 他又跟这一家合作一家叫伟昌 一家叫伟昌的 好这都是做新的喔 物联网跟车材 AI跟车用 这两个是他新转投资的 好那新转投资的部分 大家去想一个事情 假设 就报纸上面说了 今天最新的新闻 未来伟隐 伟隐他要做一个挂牌 那如果他挂牌的话 会比较谁 会比较谁 当然只要跟他类似相关集团 都可能会比较 因为他很贵啊 好 那这个地方这一家就有机会了 好 那他不只这样子喔 另外华硕 有转投资一家公司 叫做盐阳 叫做盐阳 那盐阳呢 有跟英特有做合作 做一些AI跟边缘运算之外 他还跟他合作换股 跟他做换股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先想跟大家讲 蜜蜂石的时候 是日电帽在买蜜蜂石嘛 那时候才二十几块钱 好蜜蜂石才二十几 结果蜜蜂石涨到快一百块 那当时你看起来 蜜蜂石好像没有很厉害 可是人家 那个 日电帽就一直在买 对不对 好那一样 这一家看起来没有很厉害 不过呢 他的子公司 却被伟创做入股 而且又入股之后 对成伟创 被最大股东之外 又跟他合资成立一家 叫伟昌的 就总共两家嘛 那另外华硕的子公司叫盐阳 盐阳跟他换股比例 0.788换一股 0.788换一股 换一股 换一股的话会怎么样 换一股的话 你去看他现在的股价 他现在的股价 现在的股价 是远地跟盐阳换股比例 比他还低很多 比他还低很多 那你要去想一个 比较重要的重点是 有些时候 你我们那个 刮刮了 刮刮了 假设你现在刮一个刮刮了 刮到鸣谢会顾 那你鸣谢会顾就是没有中奖 对不对 那下一张你又刮 又刮到个鸣 那就不用刮了 因为你上一张是鸣谢会顾 你又刮到个鸣 后面你就不用刮了吧 对不对 因为你就知道你这张又没中了 你不用等到全部刮完 这一样道理啊 你看到伟创上去了 你看到伟影要挂牌了 那你认为呢 你认为你现在要布局什么 要布局什么 要布局跟他一起合资成立两家公司了 然后华硕又 旗下的爷爷又跟他合作换股 那重点是他股价完全没有涨 他不是说已经大涨了 而且总股动能处还是近期最低 没有人看得上他 真的 等大家看得上的时候 股价都变了 你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上 上瘾的时候 股价早就变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中股多人数 你看这中股多人数 请问中股多人数什么时候增加 这上瘾 中股多人数是不是最近几个礼拜 一周一个柱状图 对不对 一周一个柱状图 那中股多人数越来越多 那请问为什么越来越多 因为上瘾从高点掉下来 你是看他从500块 掉到400块 然后去减 而不是因为他从300 从100块赚到500块 不是喔 大部分的产物是 降掉下来他才会去买 然后如果情况不对 就变成这样 然后变成这样 就持续加嘛 你这不会赢啊 真的 来 这我跟大家讲 那个也是一样 你看这密忘石也是一样 我先请跟大家讲 密忘石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里 中股多人数是不是稍少了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稍少了 特殊数码数在最高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大涨 可能到密忘石变得很强的时候 你就开始追密忘石嘛 所以等到 等到 欸 其实你买一张密忘石 跟买你买一张墙帽 跟买你十张 跟买杨敏光 都一样道理啊 你 总股多人数这里是最多的嘛 你看这个3504 总股多人数是在这一区是最多 这一区 就这一区吧 这框框里面 这个时候总股多人数来到最多啊 它并不是在这一区总股多人数最多啊 你再看一次喔 它在这里起掌前 是不是把所有人都洗掉 这里是没有人 那总股多人数是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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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别人套牢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讲是哪欸 别人走过去 掉下去一线几里格 那你干嘛还走过去 我不是傻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墙帽 总股多人数不最高 那墙帽现在涨还跌 没有涨喔 对没有涨嘛 密忘石咧 我跟拉强的时候是多少钱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密忘石才20块而已 20几块 跟拉强威胜10块 结果威胜我知道发生什么事 最后我终于知道发生什么事 听说这一天啦 这一天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就是有那个什么比赛冠军啊 什么比赛冠军去讲什么 就是几个人在比赛 三四个人在比赛 赢了三个你就冠军了 四个人在比赛 人家踢比赛 要踢很多才会进四墙 很多人在比赛 他那个比赛是公开的 报纸上面的比赛 总共四个人在比 你就要干掉三个你就冠军了 那听说冠军在这个地方叫人家买 你觉得呢 当然要洗盘啦 所以我说这运气不好你知道吗 我们认为威胜是好股票 可是那散户一旦冲进来之后 就要洗盘了 真的对我们来讲很不公平 对不对 你要小心啦 真的你要小心 当散户来的时候真的就要休息 但我认为威胜户又要跑光了 来你看一下这个威胜 大概要跑光了 对不对 全部黑K棒 你卖我他又喷出了 对不对 你卖我又喷出了 所以你要想的是 你要跟别人想的不一样 你不要跟别人做一样的动作 你跟别人做一样的动作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买大同 但我跟你讲大同会涨 对不对 还真的涨 大同筹码是很漂亮 不过呢 我们六块钱就跟你讲 六块钱你多 六块钱一下 那你讲 真的 真的 现在在这里三十八 所以想清楚喔 你现在要买的是 人家都还不知道 那你说老师啊 如果买了没有涨 没有涨你刚好而已啊 以后会涨就好啦 对不对 总比你现在买下去 过几天又掉下去好了 对不对 现在你买了很多股票 跟产物绑在一起的 今天买完 过没多久 就开始跌了 对不对 来 与于分享隐藏版的口袋名单 领先别人 他就只能排在你后面 虽然这种事情 不可能常常有 不过 只要让你抓到一档 让你抓到两档 好 两年让你抓到四档 你做股票就止了 对不对 真的就止了 也分享隐藏版的口袋名单 欢迎向好友们 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回来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源投股 智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航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今天指数下跌38点 那我们认为呢 其实你要找一些 不一定要是先前强势的股票 不一定 因为大家很 其实我觉得很多赏户啊 他很执着 执着什么 我要买被动元件 我要买MOSFI 我要买矽晶元 为什么 他变贵了耶 他真的变贵了耶 真的啊 你要买MOSFI的时候 他真的已经变贵很多了耶 在MOSFI还没出来之前 他才20几耶 但在朗朗上口之后 他变成五六十块耶 昨天涨停 今天把昨天涨的全部吃掉 看一下总股动人数 新高 附顶总股动人数 新高 对不对 你要买被动元件可以 但是你要买在什么点 我跟大家讲啦 很多人400块放空 国际看所有到200 结果200没到 变成1000 真的变成1000 那现在你要做多被动元件 我不要 我会去想 以现在的行情 现在的格局 现在的架构 你要让过去 所有涨的股票 全部再创新高 机会很小 你要让MOSFI 被动元件 矽金元 这些股票 再创新高 机会非常小 当然有可能 但这可能性 大概就是 那个四足十比一人 感觉 那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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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替什么 你要买是现在 只有四十分钱 未来会变一块钱的 现在只有四十分钱 未来会变一块钱 例如什么 例如就叫伟创 伟创的董事长跟总经理 你都在买自己的股票 不只他自己买 董事长买进 总经理买进 财务主管买进 还有九个副总买进 伟创的副总总共有十个 我看了一下 总共有十个 副总可以比较多一个 他集团比较大 他有十个副总 九个买 其中一个也是财务主管 兼财务主管买 总经理董事长 全部都买了 哇 那全部都买 那是一定会涨的 好那现在重点 除了伟创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 微影 微影666669 可是这个价位已经很高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伟创转头字都不差 这个 微软也不错 这不是那个Microsoft 它不是那个微软 它是伟创软体 这是伟创软体 也是做一些AI 人工智慧相关的东西 其实它股价表现也不错 那是二十几块上来的 那所以呢 现在伟创还在转头是什么 他现在又去买这个广仓 又去投资 广仓又去投资伟仓 那广仓原本是他的子公司 伟创去入股它更多的死股圈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共同只有广仓 它46%它21% 那另外又成立一个叫伟仓 那现在做什么 物联网 车载AI跟车用 然后来这家公司这样子看起来就不错了 那如果伟创跟他合作 华硕又跟他合作 那这个不会烂了吧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层级 一定的空力 人家才会找你合作 对不对 那人家都来找你合作 那你认为他的股价应该要低吗 人家跟他换股 零点七八八换股 零点七八八跟他换股 我们讲的句 来啦我跟他讲的 六五七九 这支叫炎阳 他才八十块钱 八十块钱 你看一下他的获利 他净值有四十一块 净值很高 然后他去年赚五块六 今年第一季赚两块五 很可怜哦 股价都少八十块 那有一档新的股票叫做 金向光 金向光去年赚三块 第一季赚零点四四 请问金向光多少钱 一百五十一块 金向光一百五十一块 六五七九 炎阳八十块 来再看一次 第一季赚两块五 去年赚五块钱 股价八十哦 那股价八十 你看这有多可怜 这三六三五三零 对不对 六四一六 随便啦 六四一六 你要讲这个 瑞奇店 去年赚五块钱也赚到一块多 瑞奇店也是一百三十几啊 对不对 所以三五三零 这个三五三零 这个叫金向光啊 炭四钢而已 五十三块啊 挂牌之前都会赚最多 挂牌之后赚的钱可能就越来越少 那结果呢 结果赚零点四四 股价多少 一百五 那你要哪一个 你要金向光废话 谁要那个便宜的啊 六块钱 我跟你讲 六块钱买望虹 被人家笑 神经病 六块钱买大头 老师你太投机了 那大头我知道 那不能买 真的啊 十块钱今天要卫生 老师 卫生我知道 那曾经的股王 那都不能买 嗯 对不对 结果卫生比五十五 那五十五四十 大家买 你买 奇怪你十块钱买五十五 我跟他讲 如果你 如果你不买 那你至少 你不要买这里吧 你说我十块看不上卫生 那至少不用买五十五块啊 对不对 这个更好玩了 大桶六块钱 我跟你讲啦 我之前不是有一个过年 过年特别节目吗 过年特别节目 不知道再来 结果我记得太久了 那个测标是什么 有买玉金光 过年好风光 买大桶 过年大不桶 对不对 测标是不知道谁 那个过年的那个 特别节目 一个是玉金光的色彩一百 那时候玉金光一百是在哪里 一百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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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 就是这个立方过年 好一月多吧 大概在这 你回去看 那个时候的二三七一大桶 那一家他借了十块 已经好风光了 已经大不同了 我六块跟你说 他借了十块 现在大桶有多少三十八了 对不对 那你去想 一样的道理 这一家跟他合作 我说跟他合作两家公司 华作其家也要 又跟他合作 那他会很烂吗 他已经很厉害 而且他三年内是不得转换 不得转换 就换股 0.78 他现在股价是低于 盐氧的换股比例 比他低很多 如果0.78 你去换 盐氧换 盐氧股价已经很便宜了 如果盐氧未来涨 那他跟他换股 他这个时间要涨 你感觉这个会较吗 我不知道 但至少他现在是 四十分钱 你又不是用一块钱 买一块钱的东西 你是用四十分钱 买一块钱的东西 这就是差别 对不对 他至少没有涨 他才0.4块钱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 欢迎你叫我们好友 真的 我们会在盘氏不好的时候 找机会跟大家分享 你想都想不到 再低档的行股票 也祝你明天操作顺利 我好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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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一家 他们会给你 那后台并不是 我们很久不见 你